開始啦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直播的這款車 其實有偶爾在路上的紅綠燈 就可以好像一個小會市一樣 賣得非常非常好的Yaris 那這款Yaris 在台灣的話一般車友 會分說大鴨或者是小鴨 小鴨的話就是大概07年左右的第一批 但那個的話其實不是第一批 我們台灣的話那是第一次上市的Yaris 那這款車是第二代的 它的外型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款車經理印象最深刻 就是今年在1月AUTO SALON的時候 在東京展已經有發表一款渦輪的 一般叫暴力壓吧 那個大概200多匹的渦輪引擎的 動力最大的Yaris 那台灣的話都是配置1.5升的NA引擎 所以這個是最棒的應該 還是TOYOTA的一個口戰率 那今天這款車啊 其實TOYOTA的車系有很多的車 都是相當的舒適 包含經理自己代步的公司的試乘車 TOYOTA的Camory 6代啊 哇那個原廠也真是好像是坐船一樣 非常的舒適 可是萬一在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 或者是在山路上啊 那個真的不是這些車款的擅長的領域 那些車那些路況的話 可能啦比較性能化的 像是經理之前也有開過的 Golf 7代的GTi 哇這個車原廠的BXC 在山路上表現就非常非常優異 那這款車原廠一樣跟Camory一樣 或者是跟Wish 或者是比較新的 我們賣得非常好的Ruffle 5代都一樣 它的原廠底盤其實都做得非常的舒適 那今天其他的布品的話 車友已經有稍微做改裝 譬如說鋁圈或者是輪胎 也稍微有做升級了 那最主要能夠改進整個操控感覺 還是在於避震器 那避震器的話 第一個原廠的彈簧軟 所以它的側傾幅度自然就比較大 那改了KT之後 以這一台車來說啦 它的前面KT是配5公斤 後面的話是配3公斤 其實都比原廠提升了不少 所以自然啊 在側傾時候的意識 就會比原來的好很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設計 像這樣小車的設計 譬如說Suzuki的Suzuki 或者是Honda的Fit 甚至現在的Nissan的小修理的KICK 這些車款它前面的避震器 都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台車也是 它的上座其實沒有幾顆螺絲 就是一個上座 然後這個彈簧上蓋上方 有一個指推軸層 所以這個零件呢 常常如果對這樣改裝的程序 比較不了解的話 機師會不知道這個到底要不要裝到KT的避震器上面 其實這一個是不用的 因為KT有做一個鋁製的轉接座 哪一個轉接座就是在取代這個的功能 那原廠的避震器它的形式很簡單 下半的話連離載串都沒有 因為這一個世代啊 二代的大壓 它的離載串一代的話還是在避震器上方 二代的話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已經改到三腳架上面 三腳架上面 所以它的避震器上面就沒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是前面的阻震 這個的話它的阻震原廠 這個車還超新的喔 這個是2018年的 里程數也不多 但它的阻震就是很軟 這個是前面 前面已經做得超級舒適了 然後這個是後面的阻震 後面拖一臂的阻震加上長行程 本來它應該就是比較軟 但是腰椅子它就是做得特別特別的軟 輕輕一壓就壓下去了 那最主要啦 在彈簧的部分當然有提升 可是KT在製造後面的阻震的時候 也有特別有做強化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都公斤數都不高 所以這個安裝的時候 它的上座還有上座的一些軸繩項底 那些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已經改好的狀況 後面的話是配置了213公斤的規格 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的 這個是後彈簧上方 這個是調整機構 這個的用意啊 就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那這台車彈簧 後面彈簧跟避震機是分開的 比這款車啊 在安裝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因為啊 它的避震器擺臂是在後方的 所以它的行程比較長 那如果啦 技師把後面的桶身 縮得太短的話 這台車完蛋了 怎麼調都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 最主要的安裝的重點 一樣是在後面的桶身 千萬不要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 這個彈簧 它就已經逼住了 預載過多 不是不能預載 但是預載超過5mm 它就一定會不好做 尤其是這麼小的車 它的後方的一個動態敏感度啊 非常非常高 所以這台車後面就不建議做預載 那如果像是RAV4的5代的話 那後方的彈簧 即便有一點點安裝上的小失誤啊 預載稍微多一點點 都還是在能接受的範圍 可是這個車後面輕耶 它才配3公斤 如果預載過的話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後面的桶身長短啊 絕對是這台車安裝的靈魂重點 這個部分 那後方的話 原廠有一個塑膠的防塵套 在桶身上面 KT的話是附一個加長的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特別長 它車還沒放下來 就已經快照住整個軸心了 如果車放下來的時候 它會整個把這個需要保護的軸心 把它覆蓋住 所以就會對軸心做一個 比較全面性的保護 不會因為行駛當中啊 路況不好 有飛時會噴濺到軸心 造成軸心的損傷 倒是不會 因為它對軸心的保護相當的全面性 好這個部分介紹到這裡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 這台車是在內裝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後面行李箱的飾板 它有一些塑膠的扣具 這些塑膠扣具是要往內側拉開之後 這個的飾板就能夠掀開 這個步驟會介紹給車友 主要是因為 車友有可能需要自己來調整阻尼 所以如果有需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調整它的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往順時針 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那前面的部分也還蠻簡單的喔 有的像這樣的小車 它的坐餐會往前移 譬如說SWIFT 它的坐餐會往前移 所以要拆裝這個的時候 這個通常要把它拆掉 但到了大壓 它的坐餐比較大 車的格局也比較大 所以它的空間又坑得更出來 所以小壓之前是要拆這個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但大壓的話不用 大壓的話直接 避震器的上部的結構就在這裡 所以它沒有幾顆螺絲也沒有上座 所以直接沿用它原廠的這些零件 那調整方式一樣 跟後方一樣 順時針的話變硬 順時針的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好 那這個是它前面的避震器 因為前面避震器的話 離載串剛剛有提到 是固定在三腳架的 所以它的一個腳管的結構還蠻簡單的 當然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跟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那前面的配置 這顆引擎的重量1.5升的 所以它的彈簧的話 KT的配置是把它刻意 這個有刻意把它拉長 拉長到220X 然後公斤數的話才5公斤 所以整體的話 還是有辦法兼備到它原本 Yaris的一個小車的一個舒適度 沒有把它做的特別性能化 如果 但這台車也有很多車友 是要很熱血的 如果車友特別熱血的話 也可以訂購KT的競技版 競技版的話就會配置6公斤 或者是7公斤燈籠狀的彈簧 那後方的話一樣是用3公斤就好 因為後方的話這台車3公斤的話 就還蠻夠用 除非是下賽道 才需要用比較高的一個公斤數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的車高調整是它整體長度 如果我們把它整體的避震器長度 把它縮短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如果把它拉長的話 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前面的話調整是比較簡單一些 可是啊 它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當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是會旋轉的 所以這個調整的一個環狀托盤 就有可能會送托 那KT的話也很貼心喔 在這個環狀托盤的下方 有做了一個波浪狀的一個防鬆滑溼 所以這個也有防鬆的機構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 即使在安裝快完成的時候 需要把它敲進 這個是一個安裝 前面也有一個安裝的小提醒 那在KT的產品部分 我們都有附一個保固書 這個說明書是使用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也有保固卡 那提醒車友啊 我們每一組的避震器的一個產品 在避震器的底部其實都有一張貼紙 那一個貼紙就好像是我們的身分證字號一樣 每一組的序號都代表了這一組避震器的出廠日期 還有它所有的細節設定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了解的話 或者是說 我們也有遇到很多過車友是開了幾年之後 他想要車子要還原成原廠 然後把避震器賣給其他同型的車友 那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同型的車友只要拿著這一張保固卡 或者是派一下避震器底部的序號 派回來工廠我們的小編 就有辦法告訴車友們 這是什麼時候出廠的 這是什麼樣的版本 所以是不是在保固之內 那有沒有需要做保養之類的 我們都有很多的細節可以來服務車友 所以這個保固卡建議要收好 好 以上是今天大壓 大家都叫這台叫大壓 大壓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這樣的小車 其實我們工廠裡面 在中區的經銷賣的特別好 北區的經銷商 這台車可就誇張 幾乎都是北區的桃園在賣的 那如果車友們 這台車在比較避震器的時候 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說 對避震器底盤一些改裝零件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